前两天我骑车子到了一个小镇 然后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到了那个镇上 我看有一个冷饮店 然后我就说到里边买一个冰淇淋吧 刚进去后面就过来一个女的 问我说能不能给她也买一个 当时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我要给你买一个 后来她又问我说为什么不能 然后我就想为什么能呢 她这个思路好奇怪 后来回家我就跟别人说了 然后别人就说 你还是情商太低啊 这个人有可能是找你搭讪的 今天的视频看来是拍不成了 约了好几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不让拍 另外一个地方的话 今天他们有其他的安排 暂时还拍不了 今天的话 那我们只能是 到里边的公园去转一转了 这个地方我以前也没有来过 看样子好像是个幼儿园 在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幼儿园 应该是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私利的 里边这就是一个大树林了 进去看一下 因为今天这一期视频 规划好的两个内容都没有拍得到 那么只能是寄信的发挥一期了 在波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预约好的事情就 最好不要有变化 一旦有变化 所有的计划就都打乱了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以前一走一步了 路过过这个地方 但是没有专门进来看过 今天得益于两件事情 都没有如愿 所以进来看一下 看到没这个草 这两年可能因为疫情的原因 物业都没有除 长得很长 但是往这边走 差不多应该是 往南边走吧 有很大的一片住宅区 前面有一个女的在带孩子 然后框子上还绑着一只猫笼子 这边因为小孩很少有父母帮看 都是自己在看 所以很多一般家庭的话 都是一个家庭 两个人 一个人上班赚钱 另外一个人在家带孩子 然后你看到我后面的这一个地方 就有很多人 在这个游乐园里边带着孩子玩 主要就是为了消磨时光 然后这边景色还不错啊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 以前很少来这个公园 现在才发现这边景色也很好 这边水上飘的全是一些 像什么柳絮或者是阳絮一类的 真的如果说有时间的话 在这个地方坐一个小时 晒一晒太阳放放空 还真的是挺好的 然后那边有几个学生 学生的话因为这边 好像中小学都是下午 基本上没有课的 最多也就是上到三点钟就放学了 所以在这个时间 经常会看到一些学生 在这边走来走去的 这边这个小长椅 我估计天气好的时候 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 应该这种位置都应该抢不到的 它这边真的这种自然景观没有很多的修饰 就是这种半自然的 但是确实还是很舒服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华沙这边在市区里边有很多这样的大大小小的公园 我之前看过一份数据说这边的公园 比例还有就是它的占地面积 是欧洲城市当中最高的一个 你看像这种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 然后在这边转一转 小孩从小在这个地方长大 确实每天呼吸的这种新鲜空气 看着这种接触的大自然 我觉得性格可能还是会好一些 现在这个时间是下午三点的时间 我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 居然现在这么空闲 我这一期视频录了三个开头 录了三个开头都不能用 第一个开头是带大家去看房子的 结果那个地方人家说房子不能看 可以看不能拍 第二个的话是想去一家餐厅去拍一下 结果那家餐厅说他们现在这个时间 正在清理卫生可能暂时还不方便 第三个的话在这个公园里边前面 我本来想拍一下有一个学校 但是那个学校说也暂时不能拍 所以我这个视频改了三次主题 现在我完全是记性的在拍了 所以说这期视频拍的真的是命途多船 然后现在的主题完全不是我原来定的主题了 只是完全一个记性的发挥 有些朋友看了我的视频以后也问了 说欧洲这边是不是所有人都很清闲 其实也不是的 如果说你要想在这边事业有发展 然后赚大钱 也不能说赚大钱吧 就拿一个本地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薪水的话 其实还是要拼搏的 而且这个拼搏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 并不比在国内轻松 但如果你能想得开 觉得只是过好自己居家的日子就可以的话 那么在这边还是可以过得很清闲的 这个鸭子 我发现鸭子好像都是一公一母一对在一起的 在国内我们很少见这么大的鸭子 在这个地方 在国内我们很少见这么大的鸭子 但这个地方的话 基本上随处都是 尤其像这种 半热不热的天的话 有很多 而且你看对面的吗 你看到没有 那个刚孵出来的小鸭子 那边有一个大鸭子 看到没有 有一个大鸭子带着几个小鸭子 马上就要下水了 好 他们游下去了 那边有几个人在那拍 其实这个季节鸭子已经长大挺多了 差不多往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吧 那个鸭子都是很小很小一点的小毛鸭 非常可爱 然后你看到没有 那边就已经有车了 因为我知道那边有一些公司 他们的办公室就在那边 其实在这边办公的人也挺好 中午午休的时间 可以出来走一走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生活还是可以过得很轻松自在 其实这样的公园在华沙有很多 因为我刚才说了 这个地方就在华沙的市中心 这个地方有好多鱼 看到没有 可以往近凑一凑 他们会不会跑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有好多鱼 我记得原来我们小的时候 就国内那种河里边或者湖里边 也有这种 就好多这种小鱼 然后去捞或者去钓 但是现在的话 这种好像就很少了 都是里边的鱼都是大家 它养好了 然后所有的鱼都一边大 都是那种大胖头鲤鱼 可能确实有些朋友会说 国内的很多公园建的比这边停台楼阁的要好很多 但是缺少了一点自然的气息 整个这一片公园算是一个凹地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花黄色的 我总感觉好像不是油菜花 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弹幕里边打一下 现在我们就准备爬这个楼梯 然后上去 是不是站在这个上面看 其实景色还不错 然后那个后边的话 就那边后边是有一些办公楼 还有就是别墅的 住在这个地方应该也是很爽 因为它就在市中心 但是闹钟取静 还有这样一块公园的绿地 现在我就准备从这个楼梯爬上去了 爬上去就脱离桃花园 回到我们的市区了 远处那个烟囱应该都是在至少 十公里以外了吧 在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烟囱至少都在十公里之外了 还是能看得到的 所以这边空气质量 我觉得勉强还算可以吧 有些人就问我了 说波兰到底好不好 其实我也很难用一句话去概括 这个地方到底好还是不好 主要还是看你追求什么东西 如果说你追求的是那种高楼大厦 或者说很宽的路 很好的绿化带 我觉得波兰只能说还行吧 但不算好 但如果说你比较追求这种慢节奏的生活 比较倾静于自然的这种生活的话 我觉得波兰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虽然说有些地方确实没有那么的静如人意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完美的 对吧 好 我们这期视频始于突发 最后结束也是草草的结束了 好了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 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记住 我是一直待在欧洲的产品里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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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